今天给大家处理一条三位鱼 8公斤多一点 主板装备子 布置上面 防止打滑 我们先把它的鱼头取下来 顺着它这个弧度 一刀 拉过来 推进去 卡到它龙性骨的位置 切断 然后刀协会 这样子它的鱼头就下来了 我们放这一边 然后我们把它的龙性骨取出来 贴在它龙性骨的位置 一刀 卡进去 往前推 放过来 然后我们把上面的肉刮回来 同样的哦 现在取下半端龙性骨也要 从它这个位置 刀卡进去就可以了 往前推 推到尾巴这个位置 推断 好 翻过来 把肉刮一下 这就是它的一个鱼排 我们扔一边哦 好 今天我们直接来 处理这半端哦 尾巴哦 推下来 我们是用来做烤串的 我们先给它刀刺 通常它的刺头是在这旁边哦 我们可以用手摸一摆 甚至它的这个 这边的这个纹路方向薄 这样子不会破坏 这就是它的一个鱼齿 现在我们给它进行一个分割哦 把它翻过来 然后今天我给大家用 用下我们的菜刀来分割一下这个 三位鱼哦 先撑一下刀 好 我们先开始 先把它的边排处理掉 刀放上去 刀拉过来 直接拉到尾巴这个位置 把我们尾巴这里 推刀 切出来 这样子它的边排就处理干净了 然后它的杜牌盒 同样的哦 接着它杜牌的骨头 一刀堆进去 直接拉到尾巴 我们先把它的尾棋割断 这是它的一个尾棋 然后顺着它这个骨头 刀风微微晚上潮 再来堆一刀 然后现在我们把它取出来 它的对台的鱼齿 全部都在这里面了 好 现在把它翻过来 把剩余的 全都处理掉 按住这边 它就会翘起来 然后我们刀就可以割进去 直接割到它的脂肪线 也是这条脂肪线 封切线一刀 拉过来 顺着它这条线 把它取出来 这样子 那条鱼已经处理干净了 我们先放一边 把上面整理一下 现在我们把它取一下鱼皮 一分为二 一刀拉过来 然后我们以中间的这条鲸 为封界线 把它对方开掉 烤串 然后我们把它的鱼皮取一下 好 放一边 这是它的一个鱼皮 好 现在我们取这 好 尾巴最短 尾巴最短 好痛 好痛 好 痛 好痛 很痛 这就是刚杀出来的半条三文鱼 作评每天更新 喜欢的老铁双击关注